武则天跟李世民十二年都没怀孕 为何刚嫁给李治就怀了 原因很简单 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说起皇帝 你最先能想到谁 是汉武帝 唐太宗 还是朱元璋 中国封建王朝中有几百位皇帝 有一个人的存在 称得上是皇帝中的一抹亮色 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 此人就是武则天 历史上的武则天到底有多特殊 除了是唯一一个女皇帝之外 他的经历还是十分的传奇 本来是李世民的女人 结果却和太子李治走到了一起 古代伦理刚常备受重视 这种事情居然能在皇家出现 难以想象 武则天到底是凭着什么 才让两人皇帝都对其倾心 而他在陪着李世民的日子里 为何十二年都没有孩子 与李治在一起仅仅一年就有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武则天与李治 古代能够进入皇室的女子 大部分都是官宦之家的后代 平民女子当上皇后的少之又少 当然 历史上也存在 但数得出来的寥寥无几 比如西汉时期的窦太后等人 同样是拨弄风云的女人 汤朝时期 一个隋朝皇室后裔 进入了李世民的皇宫 这个女人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虽然出身官宦世家 但是处境并不好 因母亲是隋朝皇室后裔 被赶出了家门 一直到638年 唐太宗听说武则天才冒双全 将其纳入宫中生活水平 才有所改善 进宫看似辉煌 但实际上 却是将一个少女囚禁在了牢房里 年复一年 武则天就这样坐了12年的冷板凳 更没能生下一男伴侣 这样尴尬的处境 一直到了26岁这一年 古代的女子16、7岁 便是最美的年纪 大多数人此时便已经结婚 若是到了26岁 便是嫁不出去的圣女 对一般人来说 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 但武则天则不然 恰逢李世民病重 命运开始垂帘武则天 因为在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他就是唐高宗李治 还是命中注定一般 两个人在伺候李世民的过程中相爱了 但因李世民活着 无法将这份感情付诸行动 李世民去世 李治登基称帝 武则天则进入了感业寺 为了将武则天合理合法的纳为自己的妃子 李治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也就是在此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他就是李治的王皇后 王皇后听说李治和武则天 在寺庙中不过一切地在一起 索性做了个顺水人情 同时还能压制蠢蠢欲动的萧淑妃 她本想积极打压后者 却不曾想是驱虎吞狼 武则天一人就让六宫粉带无颜色 武则天二度进宫后 独得李治宠爱 一生之中生下六个孩子 生下太平公主的时候 她已经是不惑之年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李治对她爱的有多痴情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看出李治对武则天的爱之身外 还能看出武则天的身体没有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和李世民在一起的十二年里 肚子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李世民的无奈 对于很多人而言 皇帝最让人羡慕的并不是大权在我 而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诺大后宫都被她一个人享受 但有时候 这也是作为皇帝的一种悲哀 皇宫之中的女子大部分是官宦之人 真正民间来的秀女 大部分从事着宫女的工作 所以皇帝看似在寻欢作乐 实际上也是在平衡各方势力 无法与自己真正爱的人在一起 武则天的家族在历史上 对唐朝的建立里有贡献 从某个角度来说 李世民那武则天入宫 也必然有想照顾老一辈功勋阶层的心思 亦或者说 从一开始 李世民就对武则天提不起心思 第二方面就是年龄的限制 李世民出生于公元598年 而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 两人之间相差了整整26岁 武则天14岁入宫这一年 李世民都已经近40岁了 此时的李世民人尽暮年 身边的美女数不胜数 爱妃冲妃比比皆是 又如何有太多的时间来光临武则天这里 更何况 两人相差了26岁 三官又怎能合得来 古时候女人怀孕本就不容易 排卵期就那么一段时间 可皇帝在的时间并不固定 如此武则天就更加不容易怀孕了 甚至有些也史曾经记载 李世民和武则天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 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 说到李世民的女人 就不得不提他倾向的类型 比如长孙皇后就是那种文静谦和的女子武则天 虽然好看聪明 但是眼神中透露出的野心 势必会让李世民有所不喜欢 对他没有兴趣也是理所当然 俗话说得好 狼情惬意 李世民对武则天没有感情上的共鸣 又如何能开花结果呢 或者这也是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 武则天不受李世民宠爱的原因之一吧 李志的女人 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 女人的美丽加上任何一个优点都是王账 拿捏一个男人的心更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嫁给李志时 他虽然登基 但是毕竟还是一个少年 没有李世民那么多的阅历与眼光 面对火一样的武则天自然会心吃神往 武则天被李世民冷落了12年 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 都需要一个人照顾 李志的出现自然弥补了彼此之间的最需要的部分 当钱柴遇上了火花 自然会碰撞出熊熊烈火 武则天的成熟让李志为之吃迷 再加上二人之间在一起实属不易 也更加懂得珍惜彼此 武则天也是懂得展现出自己的价值 在国家大事上都奉献了自己的智慧 相比于父亲李志更喜欢这种强势的女子 感情由内而发 二人在一起整日私混 除非彼此的身体有问题 否则二人之间的怎么可能没有孩子 事实也地区如此 李志一生有十几个孩子 一半是武则天贡献的名额 一生孕育六个孩子 武则天在人生最后的时间里 他选择与李志葬在一起 或许对于他来说 丈夫永远只有李志一个人 他先是李世民的女人 之后才是李志的皇后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